第六十集 此时的沈西遥 躺在那张满目鲜血颜色的床榻上 发出均匀的呼吸 他已睡去 在只有我一个人等在吸暖阁时 我已在酒杯壁上涂上了毒药 试酒时 我只是试了酒壶中的酒 因此银针不会变色 酒倒进酒杯中 自然就沾上了毒药 这毒药无色无味 能让人昏昏睡去 然后在睡梦中呼吸停止 是没有痛苦的死法 我听着外面瑟瑟的风声 还有空荡荡的四周 心中并没有被人发现的害怕 因为就在之前 他拥着我走进这冬暖阁时 亲口下了令 要那些视为远远地守在 东暖阁电阁的三层平台之下 也让张德海守在了 三十六级台阶之下 我俯下了身 看着他平静地睡脸 他的脸上阴着酒劲 有着淡淡的红色 眉目愈发地清晰俊朗 此时的他脱下了帝王的外衣 是个人人都可以轻易伤害的男子 我的心抽着 嘴不由就拧紧了起来 呼吸急促 心突突猛烈地跳动着 眼眶甚至有一些湿润 我坐在他的身边 目光空洞地看着那散金的雨沙障 突然我觉得 一道目光掠过我 下意识地 看了躺在床上的沈西瑶一眼 他双目紧闭 呼吸渐渐地低沉 轻微下去 要尽已经发挥了作用 不过一会儿 他的呼吸就会完全停止 可是 看着他逐渐苍白的脸 我的心头却有股没来由的担忧 我深吸了一口气 目光落在了墙角的花灵木柜上 那里 我早已准备好了三尺白灵 我知今夜之后 我们应该是在黄泉路上相见 还好 喝下孟婆汤 谁都不记得谁了 我的兄长和家族 势必会受到牵连 可是沈西瑶死了 他的膝下并无皇子 太后为了保全自己 也会让西赫坐上这王位吧 我相信 西赫不会十分为难我的家族 一如他曾经对我的保证 我相信他的承诺 闭上眼 十八年来的点点滴滴涌上心头 最令自己记忆深刻的 除了父母亲 就是那个在烟波亭里 与我品笑论敌 谈诗作父的谦谦君子 还有 我不可否认地看着眼前熟睡的沈西瑶 那个在彭岛摇台上的 我的夫君 只有那时的他 才是我真正的夫君呢 即使短暂 即使那时我并不承认 可是他确实是 我隔着窗 向着烟波亭的方向看了看 今夜没有消声 也许 也许如今我能为自己做的 为自己的心去做的 也就只有这一个了 西赫 我相信 如果他长了这大西的黄泉 不会逊色于他的皇兄 即使成了皇帝要放弃 也许多 可是也能成就更多 我走到门前 将门拴死死的拴死 拢了拢身上的裙子 那漫无边际的寒冷又亲上身来 腹中的疼痛一阵 接过一阵 我用手被抹去了额头上的汗 手心里油腻腻的 在裙子上擦了擦手 我的手摸了摸小腹 凄凉的一笑 这个孩子掉了也好 是孩子的福气 生在帝王家 最是无奈和悲凉 就让他重新去投胎 去做一个普通的人 不用担心手足间的乡残 不会在深宫中受到无尽的危险 而是会快乐安稳的 过幸福的人生吧 走到花梨木柜前 打开最下层的那梯 看了眼里面的那只小木匣 我强忍住取出的冲动 只是满怀眷恋的看了一眼 又是一眼 每一眼 无边的救世就涌上心头 湿润了自己的眼 有泪滴落 一颗颗晶莹的打在那 匣子微黄的盖子上 我重重地叹了一口气 终于 还是将那抽屉锁死 将钥匙扔出了床外 再一次走到了床边 沈西遥已经完全没有了呼吸 我有一些害怕 便用手在他的鼻翼处停了半晌 确认没有气息了 这才收回了手 我的手颤抖得厉害 好半天才平静下来 前尘往事分支踏来 一滴泪 就这样落在了沈西遥的面上 我伸手 失去了面上的泪水 却怎么也止不住 只好背过身去 用丝帕擦拭着 才感觉好一些 许是哭泣的缘故 头很疼 我的目光落在了那支 金赞花梅花式杯中 断魂伞 是我为他准备的良药 这应该是人世间 最没有痛苦的死亡的方式了吧 是的 我是恨他 可是却不愿他受折磨死去 也许 我的内心深处 还是对他存有喜欢的吧 身上的白裙的下摆 有宽阔的荷叶边 扫过冬暖阁的地面时 之前专门用荷花香过的群居上 就给房间中留下了淡泊的香气 我手持白铃 仰头 看着那高高的乌凉 一瞬间有一些眩晕和恍惚 一仰手 手中的长长的白铃飘过横梁 缓缓地垂下 仿佛生命 其实就是那么轻 终有坠落的一日 只是那坠落的一日 没有人能是这样 干净鲜尘不染的素白 我狠狠地打了一个结 翻过了圆凳 想要站上去 就在我抓住那白铃上 自己已经打好的圈的时候 我感受到了一道目光 如同地界滑过了我的身体 我的心中一惊 下意识地看见了沈西遥 他躺在那里 没有动静 眼睛也是紧闭的 我的心确实提到了嗓子眼 想了想 还是从圆凳上下来 走到了他的身边 我看着他好似熟睡的脸 虽然依旧是不忍 但是恐惧还是占了上风 心一横 看了一眼在乌梁上 飘动的悠悠白铃 闭了眼 我感到浑身都在 不住地颤抖着 我抱紧了自己 拼命地让自己冷静下来 小腹的疼痛一阵 接着一阵 我抓住了床颜 大口地呼吸 终于缓了过来 然后转身从袖枕下 取出之前父亲出病那日 自己袖中的那把玄铁的匕首 寒光一闪 掠过了沈细瑶的脸 也晃了我的眼 我高高地举起 眼睛一闭 就要刺落下去 手下落实 我不由睁了眼 就撞进了沈细瑶 漆黑深邃的双眸之中 那双眼睛是那么的漆黑 那么的深邃 却又遮蔓不明 她的眼中是无穷无尽的怒气 如同狂暴的海浪 漆冷消索 我一惊 她怎么会没事 一个念头还未转弯 另一个念头又浮了上来 这是最后的机会了 我虽然已经乱了方寸 但还是用力地刺了下去 练光火石之间 沈细瑶一个翻身 却始终躲闪不及 空气中 一声绵薄撕裂之声 那匕首生生地刺进了沈细瑶左边的肩膀之中 我被那喷涌而出的鲜血给吓坏了 我没有想到 那雪竟然是那般的红 红过了这昆宁宫里任何一件器物的幼彩 红过了我心中对雪的定义 沈细瑶倒抽了一口气 威脸了嘴 她的脸色苍白的几乎透明 她的眼中充满了令人胆战心惊的怒火 似乎要将我烧成灰烬 沈细瑶发出一声极力压制 却无法克制的喊声 那啊的一声在我听是无比的刺耳 带着内心无边的恐惧 我不由上前一步 手里依旧还握着那正向下滴血的匕首 沈细瑶略带惊恐地看着我的手 猛地一挥手 我只感觉到一股突然强加在身上的巨大的力气 人就被甩了出去 沈细瑶一手捂着肩膀上的伤口 鼓鼓的鲜血不断地涌出 从她的指缝里滴落在苗筋绣缝的大红背面上 沈细瑶极度愤怒和不解的眼睛紧盯着我 那目光中满是失望和防备 我的眼睛也看着她 那时我的眼神空洞 脸色惨白 嘴唇不住地哆嗦着 突然 我只觉得一阵疼痛起来 人也是被甩到了地面上 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出品 由南音播讲的 李皇 东晚阁里 此时虽已铺上了毛毯 但我的手肘还是因为力道的原因被撞得疼痛到麻木 倪金曼的地面上 我斜倒在那里 只觉得一阵温热 带着永无边界的疼痛 从下体传来 我的眼前一阵金星缭绕 依稀中 看到了沈细瑶晃着站起了身 亮腔地向我走来 她的目光带着震惊落在了我的身上 在东暖阁明亮的烛光中 她的眼睛里 有一个小小的白色的身影 只是那白影的下面 是不明的一片暗色 我勉强地一低头 身下早已是鲜红一片 在我身上白色的束缚映衬下 那么惊心动魄 眼前的金星聚集起来 变成漫无边界的黑暗 我头一歪 最后映入眼帘的 是那横梁之上 微微漂白的白绫 那是一片新香富裕的园子 有暖暖的日光照在身上 周围满是蒸奇豆艳的鲜花 叉紫烟红 春意深深 还有一只碧波 在不远处泛着点点的金光 前方不远处一个挺拔的身影 沈腰攀壁 白衣胜雪 她轻轻地一回头 忽有风吹起 缤纷的花瓣 片片飘洒在空中 姿态似扬 飞扬中 她浅笑的脸 阳光溢溢 一如她的人 温暖如续 娘娘 娘娘 一声带着哭音的呼唤传来 眼前温柔浅浅的一切 在一阵微风中悄然消退 又化作了无边的黑暗 我的眼皮动了动 黑暗中 我看到了一丝光亮 即使只有那么细小 可是 依旧带着我 走出了 那仿佛永无尽头的 黑暗的长相 睁开眼睛的时候 眼前是一棚冰蓝绣杖 上有珍珠磕磕 坠成莲花的轮廓 身上盖着虽轻却暖的雨被 一片的水蓝明彻身心 转了头看去 床前是一挂水晶帘 那水晶帘反映出 夺目的七彩光芒 我立刻就知道了 这里是何处 这里就是远迎殿 娘娘 你总算是醒了 我茫然的看着四周 目光终于落在了 一直浮在床边 哭泣的汇聚的身上 大脑空白了许久 终于才明白过来 自己此时并非是在梦中 周围的装饰 一如我之前来时的那样 扶你讲究 精致奢华 恍若人间先进 只是 为何此时 我会在此呢 即使我没有死 也是该被送进大牢之中的吧 我突然一个机灵 我没有死 可沈西洋那日受伤无疑 那伤虽然不致死 却也不轻 他最后喊了一声 我在昏迷过去的时候 听见了东暖阁的门被撞开的声音 那么 他受伤的事 必然会被人所知 东暖阁中 只有我们二人 谁做的 自然不言而喻 那么 我的家人 大哥 二哥 母亲 还有三哥 势必 是要受到牵连的吧 也许 我的心头上涌上了强烈的不安和自责 身上甚至出了一身的冷汗 我惊慌地抬头看着会局 他此时已经是止住了哭泣 带着安心的笑 去桌前拿着什么 慧局 我能感觉到自己的声音在发颤 啊 怎么了 娘娘 慧局回过头来看着我 累积未干的脸上是明亮的笑 我犹豫了一下 开口说 慧局 我怎么会在这里 慧局 慧局似是愣了一下 脸色稍白 可是却迅速地转环过来 啊 啊 娘娘 这是皇上的意思 奴婢也不知啊 慧局说完忙 背过身去 我看到他的手迅速地在眼前一抹 然后就端了一只碗 回过身 走到了我的面前 娘娘 御医说 您拎着之前那些事劳了心脾 要好生地调养 皇上特命御医为您开了方子 快趁热喝了吧 他说着 他说着 递过了一只碗 里面是墨黑的药汁 一阵苦涩的气味 随着那冉冉上升的白气飘来 我不由皱了皱眉 随接过 却不喝 看着慧局 慧局 皇上他 开了口 却不知该如何问 是问他的伤 还是 问他对我的态度 抑或是 问他 此时在何处 我的眼帘低了下去 落在了那碗药上 娘娘 您看 这宫殿多美呀 我从来都没有见过 如此华丽的地方呢 慧局将我身上 有一些滑落的锦被拉了拉 声音温和地说着 他看似轻松地说着 只是为了转移我的注意 眼睛里却有闪躲 娘娘 这药您趁热喝了吧 好好调理几日 我陪您逛逛 这园子里可美了呢 我凄凉的一笑 端起碗 一口气喝了下去 这里的美 我又如何不知 可是 在一个濒临死亡的人面前 还有什么 能是美的呢 哟 好苦啊 一连几日里 远迎店里 只有慧局陪在我的身边 甚至是夜晚 她都睡在 店中支齐的小床上 可谓是寸步不离 每日那苦涩的药汁 也是一定要喝 还有膳食 看得出 是精心准备过 医了药理 这种东西 我一样 就像我一样 这种东西